今天是大盞上環分店裝修然後開業的大日子 讓我帶大家進去看看無論是裝修或貨品有什麼不同 首先發現這裡有一條扶手 好這個是源於客人的意見 現在大家上落都安心很多 特別是老人家 進來之後發覺是光亮很多 空間感是大很多 特別是這一組的放燕窩 蟲草的櫃 以往感覺是夠為暗少少 今次這麼光亮之下 方便客人一目了然去選擇它的蟲草產品 來到後面這裡你要見到 有一些矮新的雪櫃 方便大家去選購急凍的產品 雪櫃的位置 雪櫃的數量是有八個這麼多 放了一些很有特色的 來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急凍的產品 最後這邊是一個保健的磚櫃 裡面有馬卡 有蛤膠 我今天特別推介的這條真雕 是日本的魚王 日本人一般是在喜慶的節日便會買來吃 它不單止是野生的 加上它的迅速處理過程 導致它的鮮度 新鮮度可以刺身來吃 現在在大盞百多元便買到一條 在香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買到的 為什麼我會找這條真雕回來香港賣呢 源於在上環店開業之後三年 有一天有位客人跟我說 Sam哥 可不可以找多些野生的魚回來香港賣 但我又不吃武輪的 所以我將這件事一直放在深度 到一年我去到日本的四國 見到這條真雕品嘗過 又覺得好 所以我就將它帶來香港 現在如果你相信我的 又買了回家 你就要看我這條片 教你怎樣去解凍 還有去蒸煮 煎 煎出一條真真正正 屬於香港的日本真雕 來到這邊的保健區 有不同的保健產品 譬如有馬卡 還有這個即食阿膠 一樣都是在日本製造的 即開即食 兼且是很容易入口 再開心的一般客人 反應給我們聽 吃了一盒之後便會初見後 對我來說 做生意不是唯一 找到好的食材 用大眾化的價錢 和大家分享固然開心 而可以找到優質的保健品 既方便又有後 個個吃了有好的身體 這樣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滿足感 有朋友問我在這個不景氣環境之下 為何還要為店鋪來裝修 我是這樣想的 人生有信有益 做生意有賺有虧 總是要積極面對前面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上環分店搭入第二個十年 這裡不單止有十年的同事 還有十年來一直支持我們的顧客 最重要是有十年的人情味 我相信大盞有第二第三個十年 但無論路幾遙遠 我是願意請大家去支持我們 為了我們可以繼續去改善 我歡迎你們留言給我們 多謝大家 好